黑暴泪 那山南東南 絲絲的麥芽 雲在河 黑暴泪 那河河飲泳 玩手水紅花 這座記憶 黑暴泪 鄧紫棋一年三場紅館演唱會 昨晚舉行尾場 首場的痴情男粉絲再度向Jem求婚 他這次帶了大束鮮花和戒指 不過Jem只肯收花 還大派檸檬遠距對方的愛意 我不認識他 最主要 以為認識的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那你男朋友有什麼反應 你男朋友有什麼反應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反應 我也不知道身邊的人有什麼反應 我真的錯愕 其實今天下午 我們一群人在群組裡還在說 其實你上次 別人求婚 你就可以回答別人求婚 怎麼可以只有一束花 應該起碼也有一束戒指 然後有另一個朋友 就說 他真的準備了戒指就慘了 怎麼知道他今晚真的有戒指 好 好惡然 但有人看到他有掛著這些牌 他有掛著這些牌? 是啊 不是 1980票來的 VIP票來的 不知道 那Mark是不是在你們的群組裡 哈哈哈哈 他沒有出聲 哈哈哈哈 他沒有出聲 他在群組裡 哈哈 哈哈 那我有沒有生氣被人摺了糊 被人求婚 哈哈 哈哈 如果你問他 如果你看到他 應該 應該都不會覺得我會答應吧 哈哈 如果男友Mark向你求婚 會不會答應先 他如果真的這樣做才算 哈哈 哈哈 那如果他真的這樣做呢 到時才知道 到時看會不會太惡言 嗯 現在你這個階段行不行的 我一直 從小到大都行的 從未改變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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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時候想著自己幾歲結婚的 我以前天真地以為我22歲就會結婚的了 嗯 然後後來22歲不行 就想著25 誰知道現在已經26了 所以現在沒有想著 因為覺得想到都好像不太靈 想男朋友快點求婚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認真地這樣說 我是需要我的另一半有一個 和我共同的信仰 而且是價值觀各方面 全部都是互相了解 很清楚 然後這個因為是一個很慎重的決定 所以其實呢 心急就是開玩笑的 如果真的去到很 即是真的去到這一步 其實我是一定要認真考慮一下的 對 你想要是否還要來 你覺得你還要來 對 我們還是在早餐 想要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